我想请问一下你觉得在海外留学和在国内上学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最大区别呢就是一个用英语一个用中文 所有的男孩都这样 然后我看看 最大区别还有就是教学方式可能不一样吧 但是我没在国内上过大学 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你是不是在这里上大学 然后一直上的 没在国内上过 那应该比国内高中轻松吧 高中啊 高中应该我想想没区别 这么这么辛苦 那你们现在都来了一年了 觉得语言问题克服的怎么样 语言问题有问题 主要是文化区别 现在上课听课什么呢 听课到没问题了 还是觉得生活中更难 不是 外国人没共同语言 没法交流 那你出国留学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 目标就是考 拿个文凭找个好工作呀 最简单了 那重新撞志就是找个工作了 大概吧 跟我差不多 你刚踏入澳洲的时候 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有 有的人 可能是找的homestay不太好吧 但是我找的homestay还差不多 然后是外国人吗 看自己点儿被了 有的 有的点儿正的人就找得好 点儿被的人就倒霉死了 就是你过来以后还没有遇过什么特别惊吓的 好像有被抢过吧 你被抢过啊 在哪儿啊 晚上吧 晚上啊 就几个小孩儿 然后他们刚刚来的时候 他们我看我我看势头不对 然后我就他们还没过来的时候 我就掏出五块钱给他们了 就五块钱就走了 那肯定了 我那个还有手机在口袋里面 他们有武器什么的吗 没有 就几个小孩儿吓唬吓唬你 你给他钱他就走了 然后他问我有烟吗 没有